哈喽各位老伙计我是内院长走男 好久都没有发打包皮卡丘的视频了 本来是不想拍一种水视频的东西了 但是那个电料真的很好看 所以说忍不住要拍出来给你们感受一下 那废话不多说赶紧来认领你家小熊吧 怎么样看看我这精致的摆盘 是不是治愈强迫症患者 啊这个彩色颗粒是真的摆的 看着就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有被治愈到的老伙计 赶紧把好看打在公屏上 万一是具备了 那我们先来放入小熊添加快乐 这是个眼圈小朋友 长势有点凶猛 一身的腱子肉 这位是一个水雕玻璃 手感十分的丝滑柔软 就像冬天里的第一杯奶茶 黄色系的小熊有一种奶油的质感 亲起来会不会是香香的呢 嗯嘛 这个味道有点上头 再来一遍 嗯嘛 好的吧 没有奶油味只有熊味 看他一脸的悠闲 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被卖 这是一只软肤肤的黑玻璃小熊 已经被卖得失去了梦想 放在手心里有种暖手宝的质感 想再获得一次小熊的亲亲的 请在公屏上扣衣 让我来康康 有衣吗 有衣吗 唉 有的熊表面上光鲜亮丽 背地里却连个衣都没有 答应我保持这个蓬松的状态 去见你的新主人 千万不要尿在自己的毛上 知道吗 来自黄玻璃的一大口亲亲 请签收 这是一个不咬人的小脑斧 乖巧的像一只假熊 这位依然是一只肥美的眼圈 我还挺喜欢这个花色的 看起来十分的憨憨 这只薄薄的头毛 看起来有点凌乱呢 因为看上去十分的呆萌 所以被我忍不住的 多刷了一会儿 这哥们压根没睡醒 被我直接薅出来了 你快被卖掉了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那想当小熊新家长了 可以看我的个人简介 我是小楠 我们下期见 拜拜